美国总统拜登是即将在星期三 在三藩市亚太经合峰会期间 为五中的领导人习近平的前夕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 来自爱达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李希 是联同二十多名的共和党参议员 在星期二发表声明 呼吁拜习会应当带来可交付的成果 而不是更多的让步 这些共和党人说 不能够向习近平抛出任何经济的救生圈 他们也都是敦促拜登总统 在美国的台湾政策问题上寸步不让 这些共和党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 拜登总统计划与习近平举行的会晤 是一个明确的信息 表明本届行政当局将寻求 与中国的经济重启至于 是巩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之上 行政当局相信一个扎实的经济关系 将会使整体的美中关系稳定下来 这个是大错特错 而且正正是中国共产党希望我们相信的 声明说 如果中国无所谓的健康的经济竞争 在中国几十年的猖獗的知识产权盗窃 大规模补贴关键产业和脅迫性 对待美国和国际公司之后 任何人都随便观察就应当是看清这样的现实 参议员也批评拜登总统在中国无释放被不当拘留的美国人 以及没有作出任何有关芬太尼承诺的情况下 就同意回吾习近平 声明提到了目前被中国关押的美国公民 马克、斯维丹、林大为和李海 如我所告诉你 我们不断选择 从中国 我们不断选择 但是我们想要改变 关系的关系 中文字幕——YK